大家好,我是Danda 欢迎收看Danda读多的四分钟藏语教室 今天我们要来学如何用藏语跟人家道谢 谢谢一词在我们日常生活中非常常用到 也非常常听到 那谢谢在藏语要怎么说呢? 谢谢的藏语是突接切 突接切 突接是悲心 切是大 所以呢,字面的意思就是说 因为你的悲心来协助我,来帮助我 对我产生很大的利益 给我很大的帮助 所以,谢谢你 所以呢,突接切就是谢谢的意思 那,再更有礼貌一点 我们可以说突接切呢 突接切呢 突接切,前面讲过的就是谢谢 这个nan呢,是敬语 就是别人做一件事情 或者是别人给我们什么东西的时候 就可以用nan这个字 所以突接切呢,就是谢谢 那另外有一种讲法呢,是 嘎真切 嘎真切 嘎真呢,是恩德的意思 切呢,是大 所以嘎真切,其实就是因为你的恩德 给我的恩德,给我的很大的帮助 给我的很大的利益 所以呢,谢谢你 所以嘎真切,就是感恩你的大恩大德 我们来看几个影片 怎么玩呢,突接切切 影片里面呢,大家两个都是觉得说 突接切,许吉尹 所以呢,突接切就是 谢谢,许吉尹呢,就是要讲的意思 所以就是说,要跟大家说谢谢 突接,答声音 好 好,再来我们看另外一个影片也是 方言说突接切 在这场的教授讲完了 就是说这场法会结束了,要离开了 那谢谢大家,就讲突接切 那这个影片里面呢,大家能保证着说的 突接切跟结麻结药 我们之前学过,是吉祥安乐好 突接切,就是我们现在讲的谢谢 解麻结药呢,这个我们以后会学到 解麻结药就是再见,以后见的意思 那说到谢谢呢,在各个地方会有不同的手势 有的可能会比这样子代表谢谢 那有时候我们可能就点个头 或者是握手的时候呢,握手言谢 或是呢,在印度的话呢 有时候看到他们会摇摇头 Thank you,这样子 那有些人可能会把手放在胸前 放在心的地方 然后呢,表示发自内心的 由衷的感谢你好,谢谢,这样子 那有些地方呢,可能会用合掌的方式 比如说像在泰国,他就会说 Kokkun Krak 那下面分享一小段影片 是我觉得印象还蛮深刻的 就是一个剧情 那短短的几秒钟里面呢 他们就非常客气的,然后合掌 然后呢,说了三次Kokkun Krak Kokkun Krak K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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kun Krak 或者是呢,点头啊,握手啦 或者是比这样子的知识呢 来说推卸卸卸都可以 在藏人社会里面 他并没有一个固定的 说谢谢的时候的手势 大家可以参考不同的场合 以及对象呢,来自己做运用 好,以上呢 就是今天的四分钟藏语教室 我们下一集见 Gosh TV